桃園龍潭在上午10點鐘 發生了軍機衝撞民宅的事件 國軍營駕美智阿帕契直升機 疑似故障 迫降在中正路30段民宅 導致民宅無敵毀損 機上兩名飛官 意識清醒 進行送往醫院急救 至於最近原因 還在了解當中 上午大概在10點08分的時候 AH-641阿帕契直升機 機號是8棟8 由我們的教官 陳隆謙少校 以及學員劉明輝中校 實施駐地的基本飛行訓練的時候 目前是因為不明的原因 導致迫降在我們營區 外援的民房上面 肇事的因素 我們現在正在 由專案小組在調查當中 目前人員的部分 兩位教官都是輕傷 人員沒有重大傷害 已經送到804醫院 實施就診當中 我一聽到聲音出來 飛就掉下來了 很大聲 第一趟的時候 就 那個玻璃會震動 到第二趟的時候 它有零件磨擦聲音 磨擦聲音一聽到 我一出來就掉下來了 AH-641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上午執行飛行訓練 疑似是因為機械故障 所以迫降墜毀在 桃園龍潭民宅上 地面跟機上人員 索性都沒有傷亡 現場冒出微量的白煙 搶救人員是立刻以泡沫壓制 並且部署了多條水線警戒 而機械兩名飛官 救出的時候意識清醒 已被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急救 陸軍航特部也緊急地趕往現場善後 而迫降的原因 陸軍現在還在瞭解當中 服務員 搞清楚